救護車趕到現場 將老婦人送醫治療 因為她遭到狼犬咬傷 當天老婦人騎車載著孫子 遭一隻被帶出門散步的狼犬攻擊 阿嬤護孫心切手腳被咬傷劍血 但這已經不是這隻狼犬 第一次咬傷人 帶牠就撲上來了 這裡咬一下 事情就發生在南投埔里建國路上 好在老婦人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家屬疾病防治所表示 若犬隻在乎傷人 可對市主開罰3到15萬元罰款 並以涉違法裁罰 對此市主低調不願多談 表示當天幫忙遛狗的是員工 自己會負起賠償責任 但要是愛犬攻擊人 此處該如何應對 動物訓練師表示可以這樣做 如果民眾不信被狗咬傷 切記不要掙扎踢打犬隻 被狗咬住了 你要做的事情是大聲的呼救 請別人來協助你 不要去踢 不要去踹狗 那這狗會咬得更嚴重 動物訓練師也建議 市主如果發現狗狗對人車特別敏感 散步時可以面對車流行走 擋在狗狗與用路人之間 隨時注意愛犬狀況 並善用千繩口罩等工具 避免犬隻失控傷人 在雷氪封公 88 matto 和時鐘的手に鎊 空 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